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朗晴 根據一位指情的美國官員透露 美國衛生部門計劃在5月23日之前 結束一項範圍廣泛 與疫情相關的非法入境移民驅逐政策 這項政策實際上關閉了美密邊境的難民庇護系統 令那些為了要獲得在美國尋求庇護機會 在墨西哥等待幾個月的成千上萬移民 燃起了希望 3月30日,根據路透社報導 這位官員表示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發佈的一份通知草案稱 先前為了保護美國公民免受COVID-19的侵害 所實施被稱為第42條例中的 關閉移民庇護系統的命令,已經不再需要 這是為了給邊境管理部門足夠的時間 以便他們能為此做好準備 所以恢復日期定向5月23日 自從2020年3月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 根據第42條例命令 已有超過100萬非法越過美密邊境移民 被驅逐出境 根據這項第42條例命令 非法入境移民在被逮捕後的幾個小線內 就會被美國邊境執法人員迅速送回墨西哥或其他國家 而不會得到留在美國境內申請庇護的機會 一些人權組織表示 這種做法非法敢抹殺了這些人獲得庇護的機會 在墨西哥雷諾薩的一個公共廣場上 近2000名移民在靠近德州南部城市 麥卡倫的美國邊境附近 在帳篷和防水布下長期露營 移民中的大多數人來自南美、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為逃避自己國家的暴力和迫害而逃離家園 美國民主黨總統拜登自2021年1月上任以來 一直保留第42條例命令 儘管拜登曾承諾扭轉前任共和黨總統特朗普的強硬移民政策 移民權利倡導者、衛生專家和民主黨同僚均譴責這項命令 說他侵犯了移民權利 同時使移民者在墨西哥面臨危險 向加州城跌哥的秘密邊境的另一邊 墨西哥帝華納當地移民服務主管盧塞羅認為 估計目前有數千名移民在邊境上等待申請庇護 帝華納青年移籤庇護所的負責人加西亞表示 美國政府將取消第42條驅逐命令的消息 給了他們希望 加西亞和其他移民擁護者 一直在批評美國這項第42條例政策 並為第42條例即將終結而歡呼 但加西亞承認如果更多移民不上 這個決定可能會令本來已十分擠迫的邊境避難所 造成很大的壓力 加西亞表示 大多數避難所已嚇滿 拜登就任後 拜登的移民政策一直遭共和黨人批評 2021年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遮捕的非法入境移民人數打破了紀錄 2022年還會更進一步增加 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 狠塔基州參議員麥康奈爾 3月31日表示 終止第42條例將會有效地打開我們的邊境 並引發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和安全危機 有評論認為南部邊境的非法移民問題可能成為兩黨之間的一個主要互相攻擊話題 因為兩個黨派都正在積極尋求在11月份的國會選舉中贏得多數 另一位美國官員說給路透社知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最早將會在3月31日宣布取消這項命令 並將生效日期推遲一個月或更長時間 由於涉及內部計劃的討論 兩位官員都要求匿名 先前民主黨領導人、醫學專家和聯合國都敦足拜登政府 揮罪第42條例 但共和黨人認為 這樣將鼓勵更多移民非法入境 而目前非法越境移民的人數已打破歷史記錄 第42條例命令是在前共和黨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 在2020年3月實施 目的是壓制中共病毒在擠迫的邊境設施中傳播 從2020年3月起 有100多萬在邊境被拘捕的移民 被迅速驅逐到墨西哥或其他國家 通常非法移民會在被捕後的幾個小時內就被驅逐 而且沒有機會向美國尋求庇護 在2021年1月上任的民主黨總統拜登 在3月30日提出 拜登政府將儘快對第42條例政策做出決定 發佈第42條例命令的疾控中心發言人表示 疾控中心正在完成一項為期60日的標準審查 並將會在這星期稍後時間就此發佈更多信息 儘管拜登所在的民主黨對拜登提出激烈的批評 而且拜登也曾在競選承諾中要揮除特朗普的強硬移民政策 但拜登政府仍保留該命令 2021年在拜登執政的第一年 邊境拘捕非法越境移民的數量表升至創紀錄的水平 預計2022年將會進一步上升 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3月29日表示 美國國土安全部門正在準備應對邊境後岸人數激增的問題 但還未清楚取消這項因疫情而停止申請庇護渠道的命令 是否會導致非法移民數量持續增加 國土安全部3月28日表示 國土安全部已開始圍向邊境被拘留的移民接種COVID-19疫苗 拜登政府先前推出一項重大規定 重點是加快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庇護申請 和驅逐出境程序的速度 這項規定將會在5月下旬生效 接近第42條例命令被取消的時間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高斌編譯報導 今次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預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